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绵埃生活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初中的实验室里 我们都做过钠和水的反应 钠是一种比较活泼的金属 只要将小小的一块放进烧杯中 就能够和水产生激烈的化学反应 不仅能够释放出惊人的热量 有的甚至还会爆炸 这就是化学老师为什么总强调不要拿钠来开玩笑 不过喜欢挑战的印度人就坐不住了 估计是显实验室里的烧杯 水太小 索性就直接拿了一公斤的钠扔进了水里 之后的场面一度控制不住了 只见印度小哥骑上了他那 除了铃铛不想 其他都想的单车就往河边奔去 他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大块金属钠 然后用塑料袋装好扔进了水里 为了保证安全 印度小哥也是戴上了摩托车头盔进行防护 刚开始水面上并没有什么反应 小哥还一度以为自己买到了假的金属钠 可是不到三秒的时间 震撼的一幕就发生了 钠河水产生了剧烈的反应 水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烟雾 并且伴随着火花不断 就像是大量的烟花放在水里燃放一样 这让一向淡定的小哥惊慌失措起来 赶紧转身就跑 不得不说金属钠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小朋友们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哦 大家还见过什么奇葩的实验吗 一起来说一说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